大家好,我们从这节课开始讲WordPress的高级主题,也就是付费主题。 这节课是介绍课,内容很多,我尽量讲全面。 这种付费主题不简单,它是整个WordPress网站的灵魂和核心。 这种高级主题与之前介绍过的免费主题也有类似之处,但是功能和界面不在一个级别上,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手机里面的功能机和智能手机,功能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,而智能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。 WordPress的免费主题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网站,可自定义的范围非常有限。 或者再举个例子,免费主题就相当于是游戏的试玩版,只有一两关,而且只开放了很少一部分功能。 如果想体验完整版,需要购买付费版本,这个付费版本就相当于是高级主题。 WordPress高级主题一般都是由第三方的开发者团队来开发制作的。 主题符合WordPress标准,它有很多功能,我们可以这么理解。 通常给某家公司做网站,根据这家公司客户的需求来制作。 给它制作的这套网站系统不是通用的,只能用于这家网站。 但是WordPress的高级主题就不一样了。 它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后台管理面板,称之为主题选项。 可以对网站进行大量的自定义操作,比如设置整站页面的宽度,上传图片标志,调整全站的字体、字号和样式,设置页头、页角的布局,博客和案例列表页和详情页的设置等等。 除了主题选项,每个主题还有一个自带的高级编辑器。 WordPress默认编辑器只能是编辑文字和图片。 这种高级编辑器可以给页面排版,添加设置元素,让页面的内容更丰富。 这些丰富的效果在主题自己的demo演示站里可以看到。 用WordPress高级主题做网站,它是通过网站的后台管理面板和网站自带的编辑器, 对站点和页面进行设置,不用修改HTML文件或者是GS PRP文件,不需要编程经验。 都是在后台操作。 但是,大家也不要想得太乐观了。 这种WordPress高级主题网站,它可定制的内容很多。 要掌握它,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和熟悉。 加上这种主题,大部分都是国外开发者来开发的。 使用说明和后台都是英文,使用习惯和我们国内的网站也不一样。 需要有些钻研精神才可以。 我们目前一共有三个WordPress主题教程,分别是Avada主题、BCM主题和RT18主题。 都是以经验分享为主的在线视频课程,帮大家在网站建设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。 谈到主题教程,多说点。 看了教程其实也不一定能学得会,因为更重要的是自己实践,这个很重要。 网站是做出来的,不是学出来的。 另外,我们录制的演示网站界面,与你使用的版本可能存在着差异。 但是大概的思路是一样的。 我们也会不断的更新和完善,来补充网站更新带来的变化。 另外,大家也不需要悲观。 因为一旦学会了某一款主题的使用方法, 以后再用这个主题建新的网站,网站建设速度会非常快。 因为它的编辑成本很低。 这些课的内容就到这里,下次课见。